哈囉 各位好 我極度專業 歡迎收看極度專業DIY教學 好 來 OK啊 可以看到我們這個 之前我做的這個側蓋啊 我有發一個文 這個側蓋徹底的被撞破 對 好 我等一下 那篇文我等一下截圖 然後放在這個地方 放在這邊 好 那我們買了新的側蓋 買了新的側蓋 寬胎朗的 那可以跟各位報告一下 那我們這個寬胎朗 必須裝這個寬胎朗的側蓋 因為它跟畫油朗 差別就是它這個角啊 應該說右邊可以直上畫油朗 左邊不行 因為它電池比較突出會撞到 OK 那 我們 就來 嗯 裝側蓋 可是這集如果只有裝側蓋 一定會被幹 好 我跟大家說的是 這個零件啊 它這裡可以發現 我們有兩個洞 再來看這裡 它這個名牌 它這個啊 鍍鉻式條啊 是要另外買的 那我沒有買到 所以說我等一下就拆 原本車上的下來 那它後面是用兩顆10號的 這裡固定的 好 那我現在來拆了 好 來 我們現在來拆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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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後我原本也還在擔心說,這邊有那個故障碼的貼紙會不會沒有附 但其實買新的側蓋很貼心,他就貼上去了 只是這個貼紙就像原車上的沒有貼得很好 就這個樣子 好,那我們這邊螺絲拆下來之後 那我們就把前面的濕蓋拿下來囉 我第一次拆這個 好,拿下來 稍微簡單的擦一下 來,裝上囉 好,裝上來 他就直接插進去就好了 他就直接插進去 OK 那就這樣直接放進去 那我們一樣再把這個螺絲鎖起來 好,來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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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這樣我們這個就裝好囉 好,我覺得 啊 原廠這邊側蓋也沒有噴,內側啦 內側,感覺就是灑過去而已 好,那接著我們就裝上車吧 好,OK,我們來裝上車 我們可以看到 來,側蓋這邊 有三個點 有沒有,三個突出的點 這裡 1,2,3 那對應到我們車上就是這裡 1,2 3 好,那我預計這個側蓋 裝沒多久,以後要拆的時候 就容易拆斷 那我之前舊的側蓋有補過 那 這邊你們看一下 好,那 之後有機會的話 我會補給大家看 這個側蓋到底要怎麼補 好,這邊其實都很脆弱 對 那之後我再拍給大家看 我是怎麼補側蓋的 好,那我們 就裝上來 對到我剛剛說的那三個點 好 好 這裡 我們這個側蓋就裝好了 喔,跟新的一樣啊 OK 好 好 好,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好,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在下面按讚 訂閱留言 加分享 記得什麼 開啟小鈴鐺 掰掰 掰掰 好 好,這就是 剛剛跟大家說的 就是 這個 下面這個鎖點 非常容易斷 好 反正我覺得是原廠設計的問題 這邊如果做成實心的感覺 就比較不會那麼容易斷 所以 那這裡是我之前用膠補的 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 這個要怎麼補 這裡 OK 好 就先這樣啦 掰掰 這個側蓋 廢了